2022年遗憾去世的明星 童寿玲 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代表作《花舔错》至今是戏民们的经典 3月2号在上海因病去世 享年102岁 楚源小年87岁 是香港武侠电影的开山鼻祖 代表作《楚留香西游记》 在2月21日晚因身体不舒服 到达医院没多久便离世了 长丰小年98岁 是娱乐圈中著名的老戏骨 代表作《倚天屠龙记》 《遗憾飘香》都是经典之作 2月6号在睡目中遗憾离世 永远的作品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在1月27晚因病离世 享年75岁 明京城是圈内著名的导演 在2月8日因心肌梗塞不幸离世 去年才刚老来得子有一对双胞胎 享年52岁 实在令人惋惜 周万江享年87岁 昆曲名家 是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 在2月7日因病遗憾去世 赵鹤享年60岁 是著名央视主持人 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很受观众喜爱 2021年6月份刚退休 据说抗癌多年 今年因癌症遗憾去世 安大回曾出演过中国有喜哈 早年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今年2月结束了生命 年仅31岁 不免让人惋惜 张启清是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 1月6日因病不幸离世 享年83岁